现在让我邀请我们今天的领军人物 也是我们的导读主席 郑来发宣友 他也是我们的创宣宣组 请大家给他一个热烈的掌声 大家为我们介绍 他的导读团队 以及这本书 高难任务 无作动转 各位企业领导 各位企业教组 各位女士们 先生们 大家下午好 为了节省时间 因为我们的时间很有限 所以我不一一致呼对不起 今天我们来导读 高难任务这本书 刚好碰到我们新加坡开户200年 那么吴志胜呢 他是我们的第二任总理 所以导读这本书 意义非常重大 那么我的导读团队呢 有三个人 我本身还有两位 那么长话短说 我们就赶快进入这本书 这本书有三百页 你可以在一个星期把它看完 但是现在我们要用四十五分钟 介绍给大家 不是那么容易的认识 好 这本书的作者就是白胜卫 白胜卫你们或许不认识 他在海峡石堡 所以在华社认识他的人不多 他就在现场 请站起来 请站起来 不过 你们应该比较认识另外一个人 就是白正华 就是他的爸爸 然后我也沾了一点光啊 因为我跟白水长呢是校友 我沾了一点光 他是文学的得主 文学甲的得主 那么已经出了七分数了 到现在 第二集 就是无作动传的第二集 这样要出版 是吧 很快就要出版了 那么是一个非常年轻接触的作者 那么他的发力这本书呢 就是林婉菲 林婉菲很可惜 他今天没有来 所以我就不再进一步介绍他 那么我们看读这本书 为什么要读这本书呢 这本书非常的重要 因为他破解了很多过去新加坡的 这些谣言 还有疑团 比如说 他是不是一个软息者 他新加坡的执政的软息者 姓我们是不是 然后呢 李总理 就是目前的李总理 是不是 李光耀可以安排的 李光耀是不是 要打造一个李氏王朝 这些疑问 在这本书里面 都一亿有了他的答案 这本书的内容 分成四个部分 我们不再详述 因为是人家的关系 这个是最近我跟他一起 请他吃饭 跟他送给他我的诸咒 我本身的一个诸咒 这个智商教辈你们都知道了 他双双宣示下台 成为资政 真的下台不是假的下台 好 现在我就进入我的老都的部分 我们来看一看 吴作洞本身的人格特质在哪里 因为中国论者本书之后呢 我把他归纳成他的优势跟弱势 他的弱势在哪里 我们看看 他第一个弱势就是贫穷 贫穷到什么程度呢 我们举两点来看看 1951年的时候 他的爸爸就是吴家坤 得到费劳贝就去世了 享年36岁 这个给吴作洞本身的打击也非常的大 因为马上释出了一个支柱 那么死前呢 把他叫到床边来 跟他讲了几句话 用复健话讲 就是 就是 就是讲了这几句话 听得懂吗 福建话 听不懂的话就是说 我要走了 那么你要好好照顾你的妈妈 你的兄弟姐妹 然后呢 就是好好读书 就这样就走了 死的时候就36岁 当年 胡志冬只有10岁 所以给他的打击非常的大 这个是第一点 第二点 他进入了 来福斯学院的时候 胡理无头当成的历史学会的会长 那么为了主办一场 这个 讲座 就请了马绍尔 当年的首席部长 还有 请了反对党的领袖 李光耀 当年的反对党领袖 是李光耀 出来做一场演讲 题目叫做民主的坐标 李光耀马上答应他 那为了那一场演讲 他必须上台 结果他没有长裤可以穿 所以呢 要找他爸爸的长裤出来 那么爸爸没有他那么高 没有他那么高 所以他要改那件长裤 叫他省身 把他改长 就穿那那件长裤 就当着这样 所以既然穷到这样 对吧 这个穷的部分 然后第二我们来看 他的华文 他的华文到现在还是比我们差 对不对 还是比我们差 所以他认为呢 这一点就是他要命的地方 他最吃亏的地方 他认为他这一生 他最大的遗憾 就是他没有把中文学好 那么他家人全部都读华校 只有他读音校 我认为 个人认为 他是因祸得福 假如他读华校的话 他只能够成为总统 不能够成为总理 对吧 因为我们的王鼎昌 是读华校的 只能当总统 对不对 这个也是一个小话 那么我们再看第三点 他是政治菜鸟 他对政治的兴趣呢 可以讲是零 完全没有 对政治一点认识都没有 他的爱好是什么 他想成为大学里面的一个研究学者 或者是一个记者 他后来为什么会加入政治呢 有两个研究 第一 B.A.B.请他喝咖啡 B.A.B.请他去喝咖啡 谈 要需要薪血 他个人认为 国家需要我 我必须出来 这个是第一个研究 那么第二个研究呢 因为他得到政府的注水金 所以他必须要出来为国家服务 这个是我们现国一代人的想法 现在年轻人会贵架 有没有可能 香港今天的年轻人是怎么样 你去想一下 第四个弱点呢就是木论 这一点是最要命的 这一点是差一点他没有办法成为中理 没有办法成为 但是为了解决这个问题呢 他请了英国一个语言专家 叫做Sue Griswold 来叫他做演讲 来做演讲 所以他学了八个月 结果把这个问题解决了 他怎么要教他呢 他说你讲话的时候 必须走路的时候 又没走 又没讲 又没讲话 这个是第一步 第二步 你讲完一句话的时候 你要剃那个枕头一下 为什么要剃枕头 因为你剃枕头的时候 你会停顿吗 所以我们讲话 是不能够没有停顿的 对吧 所以这第二 还有要躺下来做夫妻 躺下做夫妻的话 谁讲话 你能够把声音讲得 发射得远一点 所以八个月之后呢 他是脱胎换苦了 解决了这个问题 那么这个慕娜 等一下我还要 还会讲 更精彩的在读后面 现在义务士 他的义务士在哪里呢 我来看看 第一就是聪慰 当然肯定是聪慰的 所以他在小学最后一年呢 他的成绩从第十名的跳到第三名 后来进入了莱务士学院 那么莱务士学院毕业的时候 后来又到美国去 威廉务士学院就读 所以他的成绩程度 肯定是在别人之上的 那么勤奋 是一个非常勤奋的人 因为穷嘛 所以一定是勤奋 他特别表现在他的工作上 比如在海王轮船公司 东方海王轮船公司 工作的时候 他不是学船路的 他是学经济的 但是他能够管理这间公司 他用什么方法管理这间公司呢 他买了两本工技书 第一本就是怎么样管理公司 第二本呢 怎么样管理油船船 就看这两本书 不断的读 结果把海王从亏本 转亏为盈 就这样起来了 所以大概32岁的时候 成了东方海王的董事经理 这个勤奋 那么自律方面呢 在哪里体现出来呢 他是一个非常自律的人 首先呢 本身在学校的时候 非常自律 然后在海王轮船公司的时候 你知道情况 然后更糟 当年他是跟鲍鱼缸 董事家族 这些船运 船运业的聚职在一起的 当时 当年的这种金钱的诱惑 是非常的大的 但是 他没有受到这方面的诱惑 完全不受影响 所以这个在自律方面 是保持的很好 去美国留学的时候 在 威廉姆斯学院读书的时候 那个时候是洗脾式的时代 全部留长发 所以 每一个学生 跳舞啊 唱歌啊 这玩的 他没有 他就是在图书馆 一直读书 读到毕业回来 后来他的长发 他的头发是长的 他是留了长发 但是因为 他的留长发 是因为要省钱 还有高鸽子 高鸽子他 等一下你就知道 他出现的时候 被他来搞 所以每一个人跟他讲话 都要跟他 这三位应该知道 都要抬头跟他讲话 所以在电视机的时候 他让人有种感觉 高高在上的感觉 以为他很高啊 那么 亚洲周刊 在1989年的时候 也写了一篇文章 说这个人很高啊 这个人啊 因为高高在上 都是往下看 对吗 后来他问 李光耀 他这个问题 怎么解决 李光耀告诉他 以后拍电视的时候 叫他们拿凳子 站在凳子上面 那么看起来就平行 对吗 这个是一个好方法 所以高鸽子 不一定是一个优点 不一定是一个优点 对不起啊 难道 能力呢 我们讲到能力方面 能力超强 他从回国之后 第一份工作就加入比来的经济计划组 所以他开始写报告 那个是在新马分家之前的一年 他写经济报告 然后这个经济报告写得非常好 讲新加坡未来的发展 那么被当年的副总理吴清瑞看到了 非常满意 这个二话不说的就登在报纸上面 第二天呢 李光耀看到了 他就写一张字条 他说 在新加坡呢 发表经济报告 只有总理才有这个权利 他下来一跳 他不知道 因为 他说这个是吴清瑞叫我 叫我发表的 但是呢 后来李光耀 也没有责怪他 觉得他真的是一个人才 那么他后来也接到了 这个韩律生的电话 找他 因为要他来接班 这个财政部长的事情 所以他这个韩律生呢 是他真正的婆乐 就是吴清瑞的婆乐 那么最后呢 我要讲的话 就是 那个 因为时间到了 后面更冷的 还有其 很精彩的部分 我看 我就 等有时间我再跟大家来分享 好不好 谢谢大家 我今天 我叫我的 就是做一个总结 所以贫穷呢 不是一种死努力 只要勤奋努力 天道走勤 一样可以踏上成功之路 那么我请第二位 来正在 来谈神圣使命 好不好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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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位 敬金的最欢迎的 堂家 各位奇董的会长 各位 各位 可以吗 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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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 最欢迎的当家们 好 各位